上街广告前 余哥 永贤 他们讲 我有这次归纳 好几大产业 大概三到四类 是国际盘 指标股 创新高 这整个的产业 整个族群 往上涨 然后台股 很有国际观 我们也跟着涨了 仿先了 节能了 电动车了 等等了 这就这一大类 我一定要花点时间说 就是生计 我们见生计类股 涨的一百十% 有这么多档 然后看第二页 只是您能够再追吗 永贤刚刚上阶段 话讲一半 永贤 美国有一个生计指数 叫做 NBI 对 NBI 你知道那个NBI 一年 七年以来 七年以来才过半年 大涨了两成一 听说 我之前看到一份的 国际报告 说现在好像 已经有人开始说 美国的生计指数 生计股涨太凶了 准备要稍微转弯一下 要放空它 是这样吗 没错 瑞兰姐讲的完全没错 而且大家要注意 不只是市场上很多人觉得 美国生计股已经偏鬼了 连肺的主席叶伦 都有出来公开的说 他现在觉得 美国的生计股已经有一点到泡沫的一个状态 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他们现在美国的生计股 本益比有很高吗 还是已经来到本孟比了 应该也是蛮高的一个水准 那你说本孟比的话 那个就是要看历史 它现在应该达到历史相对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针对生计股今天涨成这样 鼠方就是看看就好 其实我们先把NBI的一个指数里面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在每一轮的一个生计个股 台湾也一样 它的主流个股都里面 都会去做一些的转换 美国的NBI的一个生计个股里面 也是如此 那为什么大家在美国的一些 当地的分析师认为要放空 美国的一些的生计个股呢 不要忘记我们台湾有总统大选 美国有没有总统大选 那之前美国的生计个股大涨 是因为谁的关系 欧巴马他要下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因为当时候因为欧巴马 他力求推动全民健保 所以带动生计个股的大涨 可是案子不是过了吗 案子过了 案子是过了 但是基本上而言 未来里面到底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当选 不知道对不对 而且他们也认为 整个一个所谓的全民健保里面 有一点会拖垮美国的一些的财政 那再过来 如果是共和党当选呢 共和党他们本来就扬言 啪一声我就要砍你这个区块 所以美国的生计个股 第一件事情 在欧巴马当任的八年之中 他其实涨幅太大 那第二件事情 担心如果变天的过程之中 他可能会生变 那再过来呢 他的主流开始去做一些的转换 对 所以NBI的一个指数 虽然大家说有涨 但是如果跟其他的个股 上面来讲 类股族群来比的话 其实NBI的指数 相对在近期里面 它是比较偏弱的 我们的生计股 如果要抓指标 是要抓谁 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要实施减资的 4107的一个Bunter 你看他这几年来 是比较稳定的 他是比较属于什么 医疗器材 那或是在过去里面 因为新药 你一旦药证拿不到 你的股价就垮掉 所以你可以从原物料 原物料它都有 很稳定的一些的获利 你看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可能刚刚来讲 我们帅哥没有谈到 你看C105的东洋 它不会大涨 但它每年的获利很稳定 你看它的K线图 就平稳 你可以选择比较平稳的 那以前的一个新药的过程之中 会不会还是主流 那你就要稍微观察一下 所以宇哥 那么直接上来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邦特如果时间拉长一点点 我们来看 你看它最近才打出底型 总感觉 往往在那个行情比较闷 大盘没出量的同时 可是单一个国 它出量又长红棒 可不可以视为转强 讯号呢 这就是要教学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现在看邦特 我们把鼠方刚才讲 我把它结语 邦特其实做是洗肾商机的 台湾大陆是全世界洗肾人口密度最高的 尤其是台湾 所以它是绝对是一个商机 邦特这个部分来讲 它就不是属于低档的 它是属于创新高之后 压回做震荡整理这个地方 做一个表态 但是它并还没有 还没有上去 你看时间拉长 你就知道它是不是高档 时间拉长 你看你看 余哥讲的 它是高档 这叫高 因为它4月份的时候 才刚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今天它会出量 就符合鼠方讲 因为你要回到获利 对啦 回到获利本身 它的一个获利数字很稳定 真的非常稳定 所以今天带量长红 好 但是问题 我现在开始跟各位讲 就是请记得一点 这样子好了 我直接用口头讲 请记得 你现在要在做股票 很简单 你要看日还是周还是月 如果你要看一个趋势的话 请你回归到月线去看 对 但是你可能会错过最低点 你如果要看一个转折 不是说往高点或往下 或是往下 从低点往上 请你看周K线 当然配合量 如果你要看日线的话 你要做短净短出的话 请你配合财报 OK 所以这三个地方 我待会跟各位讲 所以初量股 今天宇哥也带出来了 初量股 今天我又从日线跟周线 来跟各位分开 不同的例子 好 字卡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卡 第一段来讲的话 我会从四个角度 跟大家去做分享 第一个瓶盖 瓶盖其实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待会会有专家 属方会带 专门来讲 好 那其实很简单 你瓶盖大家都很多 请注意 你能不能够带料 你能不能够形成多方缺口 这两个很重要 那代表股大力光 不用讲 今天创新高 台郡今天涨停板 可成今天创新高 红准今天强势 几乎今天法人都有买 今天都是常线法人买超的 所以这是瓶盖 这是第一个族群 很重要 因为今天是初量长红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瓶盖的极限风 有哪一些 要带量 要多方缺口 这个日线或周线都一样 都是强势的 那再来我举例 就是所谓强者很强的部分 或甚至有议题 就是有题材的部分 很简单 汽车零组件 做全世界的生意啊 我们讲 其实汽车零组件 汽车电子里面 最近是很夯 没有错 那重要的是 它能够伴随强者很强 包含一下茂联好了 你看茂联其实投信 在5月份就已经在买 它还在买 天哪 它还在买 我们这样讲第三季好了 456这个地方三季嘛 到这底嘛 一个月两个月三季嘛 你看在这个部分 其实投信并没有买很多 你有没有看 它是在进入到 5月底的时候 才开始做加温 在做加温 所以我问一下 您刚刚有教 6月底啊 密集的买盘 稍微再拉抬一下 摆明了就是为 第三季布局 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看起来 短线上 极短线不太会有 投信结账的疑虑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创高 你相对 像核大创新高 像同志这些股票来讲 你看茂莲 其实并没有创新高 它高点194嘛 你看核大创新高 创新高其实等压回 我们回到茂莲 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到说 茂莲这个部分来讲 它高点是194 而且投信的买单 是在买盘是近期 才开始加温 6月底才集中的 那从量的部分来看 其实看周线来讲 看一个转折 你这个下降趋势线 在这里事实上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带量已经突破了 我对到这边来看 很简单 它是用带量周K方式 所以我讲 你要看一个趋势 一个转折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强调一个转折 就是空翻多多翻空 它用带量方式去突破 各位你就要注意 那就不是短线上 你看历经多少周的 一个整理周 今天在我上公高 大概5到6周 而且你看这个量能力 持续出来 所以这个是 强者很强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好 你看像何大 我们刚刚提过 像康普 这个宜特本身来讲 它是做检测的 宜特是做检测 这康普我刚刚提过了 它是做电池材料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今天创新高 那是强者很强 看个宜特好吧 你看宜特 好我们看宜特 你看宜特的部分来讲 它在这个地方高档 曾经出现量 那今天虽然出量 但是并没有过平台整理区 所以这个代表 你必须要去回头去检视 它的财报 或者它的产业 因为你一天的一个出量 并不代表后续一定会涨 因为它周量来看 我们从周量的角度上面来看 周量高点并没有过啊 它大量去并没有过啊 对 所以后续要有补量 才有机会 但现在有没有 我不敢讲 所以像这个股票 你就去回头去看 那宜特它是做ADS 它有切入到 就是所谓先进 驾驶辅助系统 也简单讲 汽车相关 无人车相关的概念的基础 就叫做AD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那宜特有切入到 开始切入到这块IC方面 汽车IC晶片的一个检测 当然我强调一点 它是第一天出量 所以不要急 你如果带周量的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有 我们再来看 这是今天 强者很强的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族群 优质生技股 刚刚邦特鼠方有提过了 我们就不讲了 葡萄王这不用讲 这个获利数字超变的 葡萄王 我们看一下线图好不好 它的基本面 其实它就是那种养生 饮品那些 它就是做这个 零支萃取益 那还有转投资 刚刚鼠方提醒 我要跟大家做个报告 先跟大家提醒了 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转投资 做直销的 做直销的 很赚 那开始在出托 这个获重股票 贡献它第一季的获利数字 它股价200多块了 对对对 因为EPS它有交出来 但是问题是 股票就是 大部分业外的一个EPS 所贡献的 那现在这种股票要怎么操作 其实当然外资 持续在做买超 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如果出现一个 大量的一个黑K 我跟各位讲 很简单 你如果有出现 比这个更大量黑K 就要小心了 我们时间放大一点 你最近都没有什么黑K 对不对 大量黑K 你看这一次 大量留了一个高点之后 一个黑K 下次再比这个大量高 要不要跑 就跑啦 所以下次的大量 如果出现的话 我们看多少张嘛 来来来 直接拉到这里来 看看 跟大家做报告 多少张 2311张 所以你如果大于 对不对 2311 2311张 而且又是这种样子 开高走低 就先卖一趟 明泽保身 如果它大量超过 两件300多张 然后是红黑棒的话呢 那就不要了 所以我两个条件 不要什么 转强不就是好了吗 不要担心啦 就不要担心 就不要担心 我也不要它了 对对对 讲到了葡萄王 可可大哥我问一下 因为啊 其实你在写那个论文的时候 也有这份的论文报告 每当哦 该公司的广告 在电视上曝光率 特别高的时候 股价很容易涨 我最近发现那个法人 很爱买那个价格 你看那个价格的股价 时间拉长哦 价格股价 你看涨这样94块 从60几块涨到94块 最近哦 无念真啊 卖奶粉 贵格 还有那个一样哦 也是贵格的什么 饮品啊 养生饮品啊 都密集在打 所以广告看越多 股价就越涨 是吗 理论上一定是这样 因为股票的影响 股价的波动因素 其中有一个就叫消息面 对 你这个打广告 本来就是一个消息面的行销方法 那对生计股来讲 它影响更大 为什么 因为如果对那种平常流动性 比较不是那么大量的 其次你打了广告 你不要说什么 一人去买一张话 这股价就涨翻天了 就算奶粉没喝 也没关系 就是一直在广告的行销来讲 它对上市公司的正面注意 一定是很明显的 那特别是在生计这一块 又夹带了七月大部分 大家叫做生计月 那又碰到这次的所谓的 这个我们讲说八仙这个事件 对生计股本身 有一些也是会有影响 是正面性的 所以再加上广告 而且过去生计股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成交量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些股价 一定会有反应 因此呢 宇哥接下来要讲的 就生计股啊 刚有说因为美国那个指数嘛 对NBI 但问题是这个NBI 我们的我们长跟NBI 是不太一样的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要挑 所以我们要挑优质生计股 那你看像邦特葡萄王 那亚伯其实做的东西 也是属于医材的 他做很多什么排弹机啊 一大堆那种 其实各位 如果到医院附近的医材里面 你很容易看到亚伯的一个产品 可是现在这家股价是在低档 好像重点来了嘛 对啊 他这地方反弹之后出量 但是破掉 所以未来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确定 我们不清楚 可是他这个长虹棒 不是过井线了吗 可是问题前面还有关关难过 你要关关过啊 量没出来 这一二三这三天 所以这量没有出来嘛 但是但是但是 请注意 第一个它是优质股 它是优质股 所以基本上它是有获利数值的 所以后续来讲 你就盯了它的这个财报部分 所以今天量有出来 但是还没有突破前量 能不能补量不知道 所以你就把它抄下来 所以我想 如果你要做短线上面来讲 你的日线上面 你可以把它抄下来 然后做到功课 好 那再来像这个天良 刚才魁国大哥讲到这个 所谓这个媒体部分嘛 对 这个是一个电台 对 这个电视台 什么电视台 唱歌电视台 卡拉OK电视台 那怎么会挂在四一类是 它有投资天良电视台 这个电视台要天良的 是哦 对 那它本身其实做的东西 也是一些保健的一个食品啦 但是因为它有多角化经营 可是它量怎么最近两个月 突然爆大量 这种突然性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到这一点 我这常跟各位讲 前面都没量 你要看 好 那这样我们来看周线 周线的部分 OK 我们来看周线的部分 好 所以可以看到 它在盘整过程当中 第一次这么多周 第一次去带量突破 你看这有量 对不对 OK 可是后续又经过量缩整理 这个地方量缩整理 然后再这样又出现量 这个就令人有蹊跷了 事有蹊跷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量 那再下来这个补量 这个地方大量的部分 也会被越过 好像有 被越过咯 有耶 今天礼拜三而已 还有两天 下个礼拜会不会补量 持续观察 再来最重要 第四个族群就是低档 低档 请注意低档 那低档又分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一些 你低档长红 你必须突破越均量的一部分 好我们看几个指标 第一个看云层 云层 2390 哇它真的还低耶 当然是低啊 所以因为云层 包含像有些升级股 它是去年9月10月开始 做头下来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来讲 它是属于低档 我们 你看做头下来 时间缩短了 低档终于打出了底型出量了 好你看 今天的涨停板 刚刚好过了 这个地方的高点 我问一下云层今天为什么涨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云层投资基亚转投资的部分 它有大概9% 那你看看基亚这一波已经涨了43%了 基亚这波从低一点 70多块到今天107 对对 已经涨了43%了 基亚跟云层的图怎么涨 两个很像 它转投资它嘛 所以云层基亚大涨之后 一定会带动云层 但是云层比基亚还强 我懂了 云层25块7 基亚现在是100多块 两个图长得很像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带动效应就对了 两个大概都兄弟 但是云层已经过这个 基亚差一点点 所以这是低档出量 那后续 我们再来看 好刚刚我们看看这个日线 这档股票松腾 我记得在之前 很多人有人在 很多人在财经节目叫做这档股票 因为它是属于 美国奇异公司的战略伙伴 他所做的东西当时很夯 叫做变频节能马达 这个本身是一个很机油公司 前阵子从80块掉到50几块 我跟各位谈重点来了 我们先不要看这里 我跟各位做报告 股票你记不记得 你只要有盘整这个地方 你就如果有出量 就耐人寻味了 这个地方会往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边不是就是 它的一个起账点吗 能够用带量的方式 去突破起账点 后来持续量滚量 量滚量上去 一路从40几块涨到80块钱上去 后来当然做本益比的修正 或是任何因素修正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发现到 我们时间把它拉到最近就好 你看股票从80修正到45块钱 几乎是前波起上去了 出量 量说整理 再出量 这两天是大盘 大跌226点 记不记得 在这地方 它能够用长虹表态 当然伴随第一个跌升 那我要讲的就是 当这些股票来讲 你回到周线上面来看 周线 周线的量 这是周线 有没有看到什么 这一周只有三天 礼拜一 礼拜二 加今天礼拜三 你看今天的量 是不是已经突破这里了 对对对 把它清掉 让大家看一下 以上周量还大 对 有没有看见 这个量比它大了 所以我常跟各位分享一点东西 就是你看日线不见得准 你必须要时间 那周线是看一个转折 我认为像这种股票 有做压回 在相对低档区 回到前波起上去 之后 周量能够出量 那像这种股票来讲 就可以去持续检视 它的一个基本面 后续的一个参考 好 感谢宇格了 今天的那个长虹出量 教学教得很长 再次跟您补充 长虹出量 第一个得要判断 用周月角度来看 那到底是位阶高 还是位阶低 要减一 因为操作策略 就完全不相同了 策略二 如果它是在低档 出量的话 您就盯着看 它们连续的出量 连续的红K棒 而且过景线 这样子才叫做强 第三个更好的是 如果能够找到 有一些的法人买盘 做加持 买起来就比较稳定一点点 但是呢 长虹出量 有一时候 鼠方有一时候 其实有点像抢银行 低升反弹 这倒就要跑呢 对 其实这个长虹出量里面 我会建议 你用一条均线 放在上面就好了 你看到年线是向下的 还是年线是向上 假设是年线是向下的 低档抢长虹出量 对不对 抢跌升反弹 有赚你可以跑 就跑了 对 如果整个年线是向上的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可以按照我们刚刚 我们的帅哥宇哥说的 那样子的操作模式 如果年线向上 然后我又把年线 踩在脚底下 就是多方思考的操作 很重要 总之有量才会有价 操作策略分享了 但是今天有一件大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苹果 苹果的iPhone 6s 6c等等 听说间谍照曝光了 谁露出来这个间谍照 到底苹果派今天创下 波段新高的个股 您又该如何研判 包括了它的操作 六月营收 一块交给鼠方来分享 但是这个太重要了 中国大陆股市 今天尾盘又下山 只是昨天不是拉了一下吗 到底入股稳了没有 我们紧张 李克强 中国大陆官方更紧张 所以现在马上抓内鬼 抓到了